8月是探索境外精彩世界的绝佳时机 让我们一起踏上旅程 打卡这十个令人心持神往的国家 领略比想象中更精彩的大千世界吧 1.丹麦法罗群岛 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种夏天 法罗群岛是一个比冰岛还难以到达的地方 被众神遗忘 岛上没有城市的繁华 却有着令人惊艳的绝世风光 在这里感受时间尽头的绢绢细流 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 2.肯尼亚 动物大迁徙是地球上最原始 生命力的震撼展现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野象群 与起立马扎罗山同框的壮观景象 还能亲眼见证百万火烈鸟组成的粉色海洋 这样的非洲怎能不让人着迷 3.冰岛 夏天的冰岛是冬日里没有的五彩缤纷 午夜灿烂的日落 遍地的野花和青绿山巒 让冰岛从凛冽的少年变成了明媚的姑娘 冰岛的夏天 有着无限的美好等待你去发现 4.意大利 如果想看地中海的阳光海岸 就去阿玛尔飞吧 湛蓝的海水 复古的小镇 让你感受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惬意氛围 想看经典的欧式田园风光 就去托斯卡纳吧 漫步在梦幻的风景中 无不透露着如油画般田径的美 让无数旅人为之倾倒 5.土耳其 总有一天 你会来到世界十字路口 均是坦丁堡 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吹一吹两海交汇的风 再去卡帕多奇亚 让那一缕阳光和漫天的热气球一起 成为你生命中最为炙热的记忆 6.印度尼西亚 布罗莫火山被孤独星球评为最像月球的地方 与其向往 不如来到这里 倾听地球的心跳 此刻 世界不在树立 而在你的脚下 7.瑞士 阳光 雪山 湖泊 小镇 格林瓦尔德的梦幻山坡 让童话里的场景在现实中有了具象化 来往的小火车为这幅画卷又赋予了一份灵动和美好 这是多少人心心念念的地方啊 8.法国 夏天的法国 不仅有普罗旺斯限定的紫色浪漫 还有被上帝遗留在人间的圣米歇尔山梦幻城堡 若遇上他们的国庆节 还能在巴黎看一场与埃菲尔铁塔同框的烟花秀 9.斯里兰卡 除了迷人的海岛风光 别忘了体验一趟走进绿叶仙宗的茶园小火车 以及驶出千语千寻动画的海上列车 在旅途中遇到盘山公路上跌宕的浪漫 就买他一束花吧 买的是花 更是他面对困难生活抱以为歌的笑容 10.日本 奈良公园里 青草地上蹦跌的小路依旧憨态可居 彬彬有礼 京都西洋下的街巷古寺 每一帧都像在漫画里 也许你可以试着慢下脚步 参与一次夏日祭奠 看一场远赴盛名的花火大会 这十个国家 每一个都有着独特的魅力 等待你去探索 让我们一起走出国门 去看看这个比想象中更精彩的大千世界吧